空軍駐紮在屏東基地的第六聯隊 一架P-3C反潛機 在十八號中午進行例行訓練任務 結果突然誤射飛彈 根據了解是一名美智的小牛飛彈 而P-3C屬於長城反潛巡邏機 除了對於海面上船艦的監控之外 也針對海中的潛水艇進行偵測 機上配備空射型魚叉反潛飛彈 紅外線導引的小牛飛彈 不只這樣P-3C可以攜帶的武器 還有MK-46型空射型魚雷 水雷和深水炸彈等等 針對這次的誤射意外 空軍司令部則表示 小牛飛彈是無火藥訓練彈 因為不明原因脫落於海面 在平安降落平北基地之後 已經交由修護人員以程序檢查 人機均安後續將一機令檢修 確保飛機妥善 而目前脫落原因還在調查當中